楊師傅 還有殷師傅 還有諸位比丘師傅 比丘尼師傅 諸位居士 大家還沒用完 慢慢用 請放上 今天是我們2023年 民國112年 那麼我們春季的法華期 第一天 我們不可避免的 還是要跟大家提醒我們的規矩 就是敬語 過堂用餐 再來呢 這個 都沒聲 對 趕快去看一下 剛剛唱頌就是這樣 除了五卷 每天五卷 還聽兩次的開示以外 其他的時間呢 你還要 要嘛就送咒 要嘛就念佛號 要嘛就是多送一卷 兩卷 你自己呢 我們會訂出那個功課 訂在這個 公告在公布欄上 要加工用行 那麼呢 大家來到這個室里 那我們是來用功的 你看看 早哉 煮了這麼的乳法 我們不是說豐盛好吃 不一定是 不以這個為目標 雖然也是要營養充足 也要呢 三得六位 但是呢 我們更看出來 這個早哉 乃至我想五哉也一樣 用主哉時的人的那個用心 還有呢 幾天前 常處就已經在整理環境 等待大家的來臨 像這一些呢 都代表著我們所有的師父 居士 護法 居士等 他對於大家來這裡用功 以及師父們自己在這裡用功的用心 跟什麼樣 真心 同時 也表現著他的發心 那麼 所以呢 希望 我們的師父們 包括常處的師父們也一樣 除了工作以外 我們就不嫌聊雜話 那 禁語 牌 掛著 就會掛長舌 也會把你掛打瞌睡的這個懈戴 那麼有兩種牌子 那如果你用功 也可能幫你掛精進 這會偽由我們的這個 糾察師傅 來幫忙 那糾察師傅也可以再找一位 輔助的糾察師傅 主要是比丘尼 比較方便 再找一位 那麼 跟著學 跟著看 那麼這樣子的用功環境 為大家佈置好 那麼就是呢 順用功的心情 用功的規定 再怎麼樣子的規定 都不會離開 我們呢 這個 子語 子語是很重要的 用功規定 希望大家 務必要遵守 我過去會知道說 比丘尼住在那荷雅那裡 很愛講話 那是過去 但是呢 希望我們未來 這個問題 要趕快 要確實的改過 所以我們在那裡 有裝監視器 監視器呢 不會 不會看到諸位的隱私 但是呢 仍然 可以看到諸位 燈光 還有聖諸在外面講話 這個情況 也是看得到 再來就是 女眾 女眾了 我們會有失誤過去尋 貫徹大家在這裡用功 的善姻緣 這是對大家的尊重 務必呢 要遵守 你來這裡用功 不是警察抓小偷的事情 不需要 照說是不需要人家 在後面抓你 所以要有所自愛 再來就是在工作環境 應該是有分配 那麼要具體的確實的去做 有些到場 可能就說 你來專心用功就好 其他事情不用管 這個我們不主張這樣 第一個 你也不是到專業用功的時候 那 我是說那個要開悟了 那個專心用功 不要打擾的那種 那種時候 你也不是到這個 那 你就需要呢 繼續修福報 來滋潤你的智慧 誦經才能夠 誦經聽經才能夠得利益 所以我們不偏廢 我們的居士四大宗旨 歸敬三寶 那 第一個就是要 恭敬三寶的身份 尊重 然後呢 這個 接下來呢 敦輪敬奮 就是你在什麼場合 扮演什麼場合 角色 你就要 按照那個合理的角色 來扮演 現在大家是在這邊用功 那麼你就要在這個 扮演好 你這個角色 那做志工的人 也應該扮演 像在修行的志工 像在修行 大殿修行的樣子 而不是說在大聊啊 聊天啊 在一堂裡聊天 在清潔空 場所在那邊聊天 不是這樣 這樣你的功德 被你聊天聊掉 你也應該要敬 但是呢 有工作 需要講話 那才講話 這個也一樣很重要 希望呢 那要有所警覺 這是志工也要再往上提升 那師父們往上提升 志工也提升 那諸位呢 來一起修行的 居士呢 根據規矩也往上提升 那我們這佛教才有希望 不然就喝悉泥 大家就弄假的 好像在過過場而已 沒有必要這樣 我們這裡沒有貼半張牌位 很多人都問說 啊啊啊啊 經費怎麼來 我們經費是結局 但是呢 犯不著在這裡 在干擾大家用功 我們很需要大家經費的支持 但是呢 我們不耽誤大家用功 佛妻也這樣 那梁皇本來就是要有牌位 那個明陽兩曆六道皆度的 那當然 那就不一樣 所以在那個就很明顯 我們有區隔 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好好用功 再來呢 法華基的用功呢 不可思議 跟念佛呢 是兩大修行的支柱 都非常不可思議 那 不但要大家現場用功 要照規矩 那我們也希望呢 十方鬼神 天龍八部等 都能知道 所以我們呢 床跟帆 立在這個 我們的七樓 七樓的那個不思議墊的前面 有一對床一對帆 每一對 每一組高度 十米以上 超過十米 那麼呢 這個光桿子呢 就七十公分 上面呢 刻著 法華精式藥品 我們今天送的法華精式藥品 刻死進去之後呢 還用什麼呢 還用金箔去貼 然後呢 整個柱子呢 烤汽車烤漆 烤咖啡色 咖啡色上面凹陷具的金箔子 然後在表面再做一層 保護 保護漆 然後頂上呢 有所謂的琉璃火焰珠 二四小時放光 是火焰珠不是珠子而已 大概是世界口吹最大的珠子 老師傅吹的 在新竹 然後呢 那個床跟帆啊 十米 相當重 要用電子捲陽機去捲 那麼呢 這個 費用相當高 都是千萬以上 合起來一千五百多萬 我們那個叫百年的事業 那還有對 還有兩邊呢 有燈籠 燈籠了 放光 照這個什麼 床帆 平常沒有床帆的時候 一樣 四根柱子上面 有 法華精士藥品的精具 那我們一樣呢 會用光去照它 光影所在 墓室所在 二四小時 都日夜不止的 都能夠利益眾生 那麼當然也有趨勢呢 供養 你不要說 你成就的事業再來供養 供養是 跟你的事業有沒有成就無關 是你聽到這個功德歡喜 去供養 事業成就 是基於無心 無所求 為利益眾生 這樣子善念 他來感應你的事業成就 所以呢 也有居士呢 發心 當然我們還需要更多人發心 光他這麼一發心 他家人 從來就已經 往生很久了 立刻 因為他們家裡的姻緣 立刻就有神廟 神明廟 馬上就 連神明都知道 甚至於呢 傳達著訊息 說哇 你做這個功德 從來沒有人為我這麼好 他說 這個會渡到 這個台灣海峽遠端 看得到的 都能渡 他這個是鬼神這樣講 那這就是硬的 當年 四十年前 蔡元和尚 一一指導我說 放蒙山啊 念佛啊 要樹大床帆 越高越好 讓遠近的鬼神 見聞得利益 乃至六道眾生得利益 飛鳥等等 什麼都得利益 當時我就心中默默的想說 以後 我要出家的話 有緣來建這樣的床帆 來這裡十七年了 現在才是 有做的姻緣 已經超過四十年 我都沒忘記 那麼這大姻緣 也 告訴大家 有福報的人做得到 你供養得到這個 永遠 這個 與寺院同仇的 床帆 只要我們 共同用功修行 就會升床跟帆上去 那麼呢 所有的那個 鬼神就會知道說 喔 號令天下之 床帆起來 就是要來用功了 那意義是這樣 不只是水路才 才升床 才起 才掛帆 那個 所有的用功 都可以掛上帆 那我們不但帆還做床 床就是圓的 懂了 圓的 那個更難度更高 重量更重 足足更重了一倍 所以難度相當大 都是台灣沒有的技術 從來過去沒用到的技術正在用 也先剛剛跟大家講 這也是跟大家用功有關 所以呢 這都在昭告十方 那我們在這裡用功就千萬 要真正來用功 然後鬼神來了一看 哎呦 你肚咕 在那邊打妄想 那護法 龍天都會知道 再來呢 這個 護持的志功呢 功德相同 功德相同 所以說也要一樣 像在用功一樣 專心小心地做事 那麼動作要輕柔 不要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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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療要注意 你像在用功一樣 大家 誦經的功德 你一樣是均分 以上呢 那先跟大家說明規矩 要求大家敬語 療房不能失智換位置 換床位 這都不能的 這樣子的壞規矩 那這樣我們幹嘛就編定 療房位置呢 你有真的必要 什麼理由 實在不行 那沒關係 你來事務處說明 不然 道場不能像無人 無人管理一樣 想怎樣就怎樣 這個也不行 再來呢 要用功 每天 教出功課 不是 七天才教功課 每天教功課 每天要求自己 不能懈怠 專心用功 以報 誓恩之德 那麼呢 不放逸自己 不浪費生命 再來就是 衛生整潔 專心用功的去做 這也是你自己在賠福報 誦經 聽經 開智慧 出坡賠福報 然後呢 禁語守戒律 接著呢 還有 等一下 下去呢 資格失誤是幾點鐘 七點半 在大殿 要趕快 動作要快 趕快在大殿 受八關齋 上午是八點十分 十五分 第一堂 第一支箱嘛 是幾點 八點十五分 蛤 是喔 八點十五分 那是不是調整一下 有沒有機會跟資格數講一下 七點四十分這樣子 是不是 不然那 你掃地好像 掃不了什麼東西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好不好 因為那個我們不講解啦 簡單的帶一下 那個儀軌 讓大家每一天 都是持見 修福 修慧 然後呢 好好用功 這樣子 以上 這樣子 那等一下呢 念貢 練完了 起立的時候 記得 不要用腳去推椅子 推凳子 要身體從 椅子的左邊起來 右手按著椅子 然後呢 提起來 一腳著地 三腳著地 不是在地上拖 要一根針掉在地上 都要聽得到聲音 不可以有其他的聲音 這樣 心才會警覺 這是佛門該有的 利益眾生的樣貌 大家一定要用心 好 以上 我們回向